说在古时候 有一个乞丐名叫魏大郎 他天生就是乞丐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乞丐 父亲从小就是笼子 被父母抛弃 以逃犯为生终于活了下来 后来遇上一个老乞丐 带着一个瞎子姑娘乞讨 老乞丐就把女儿许配给魏乞丐 两个人生下魏大郎 一家三口以乞讨为生 魏大郎一生下来就是乞丐 所以才说天生就是乞丐命 魏大郎小时候学的就是要饭 长大以后也只会要饭这一门手艺 父母死了以后 他就很自然地继承了父母的衣钵 再说了 他是尚无骗娃 下无利锥之地 穷得叮当响 又不会什么手艺 嘿嘿 这不讨饭还能干什么呢 这一年 魏大郎打算从县城走到省城去 他听说省城的机会多 不但能填饱肚子 还能偶尔地要到红烧肉 不过县城距离省城有三百多里 魏大郎靠着一双脚 走的那是头晕目眩 您可能就要问了 不就是走个路吗 怎么会头晕目眩呢 嗨 这魏大郎是个要饭的 从小就营养不良 这一天走到黑又吃不到什么东西 那可不就头晕目眩了 所以没办法 他是走一天停两天 一晃就走了小半月了 这才来到省城的边上 这一天魏大郎实在是累了 就在路边的草地上坐一会儿 哎 这是什么东西啊 在路边的水沟里 有一个大链 他跳下水沟 将大链提起来 哎呀 好重啊 这装的是什么呢 打开大脸一瞧 不由得目瞪口袋 这里面全部都是金子 魏大郎那个激动啊 他哪看过这么多钱 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心情 贫富下来 他数了数 是十几根金条 将近五百两金子 这么大一笔钱财 那我就是大富翁啊 我可以买好多的田地 还可以建造许多亭台楼阁 对了对了 我还可以妻窃成群 奴仆成堆 都让他们伺候我 最关键的是 终于可以不用风吹雨淋的乞讨了 可是高兴完了魏大郎又一想 不对啊 这俗话说得好 大钱靠命 小钱靠正 要是命中没有大财 你得到了反而会招来灾祸的 再说了 这丢钱之人 说不定正焦头烂额呢 不行不行 不能贪这个钱 魏大郎决定在这里等施主 可是等了两天他撑不住了 这里钱不招村货不招店 没地方要饭 于是他弄了一个纸牌子 上面写着寻找施主 背在背上 到省城里讨饭去了 好多人看见纸牌 就上前问道 那个要饭的 我就是施主 把东西还给我吧 魏大郎就让他说出丢了什么东西 要是含糊其词或者说的不对 他扭头就走 一旦要的饭菜多了 有了鱼粮 魏大郎就会回到老地方 等候施主 这一等就是三年多 在三年当中 他遇到过无数冒充施主的人 一个人都没说对 有一次啊 一个无赖硬说是丢了东西 逼着魏大郎把东西叫出来 魏大郎不肯 无赖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满地着牙 整整躺了三天啊 可就是这样 他硬是没有说出来是什么东西 这一天魏大郎又坐在路边上 一个骑马路过的人看见纸牌 心中一动 上前询问起来 此人乃是京城官员陆大人的老仆人 这一次乃是奉陆大人之令 回家探望老夫人的 他上前询问 还说他三年之前曾经丢过一个大链 问魏大郎捡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魏大郎问得很详细 不但问了金子的树木 还问了大链的记号 这老仆人说道 这大链乃是陆府之物 这里面绣了一个鹿子 在鹿子旁边 我记得是绣了一朵梅花 乃是绿叶红花 有巴掌大小 魏大郎很高兴 哎呀老先生啊 我等了你三年多啊 可终于让我等到你了 哈哈哈哈 说完跑到附近的山脚下 挖出了大链 老仆人接过来打开一看 里面的金子一分不差 他激动的说道 哎呀真是想不到啊 你一个叫花子 乞讨为生 竟然看见巨额财富不动心 恩人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呃走走走 跟我去见老夫人 看老夫人怎么说 到了陆府 老仆人给魏大郎 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带到老夫人面前 把事情一讲 老夫人竟然哭了起来 原来三年前 陆大人来信 让家里准备五百两金子 送到京城 他要给吏部上述送礼 想观生一集 陆园外凑齐了金子 带着老仆人一起上金 可没想到陆园外那天喝多了酒 可老仆人坐着马一路驰骋 竟然把大链丢了 结果陆大人没有升官 陆园外抑郁成吉 反倒是一命归系了 听到这些 魏大郎小声地说道 哎呀真是可惜了 我不知道是你家丢了 我要是知道了 当时送来就好了 老夫人破地微笑 说道 塞翁失马 胭脂非福啊 哎 幸亏是丢了金子 要不然 我儿子就会丢官了 原来就在今年 吏部上书被查处 但凡是行贿的官员 都被罢了官 所以陆大人阴差阳错地 就逃过一劫 老夫人命人拿出两个银元宝 赏赐给魏大郎 魏大郎说什么也不要 哎呀老夫人啊 我天生就是叫花子命 要这银子有什么用呢 我不要 老夫人很生气地说道 谁说你天生就是叫花子命的 你心地如此善良 就不该去讨饭 我偏要给你改一改命 他喊出了全府的丫头 让他挑一个做媳妇 魏大郎拒绝了 哎呀老夫人哪 这些姑娘们一个个貌若天仙 我是一个穷叫花子 哪敢存什么非分之想呢 老夫人见他不肯挑选 就把最漂亮的贴身丫鬟春梅许配给他 还把一处房屋赏赐给他 并让他到店铺里做了伙计 从此以后魏大郎就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一年以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好多人都说他傻 要是拿走五百两金子 他就是一个富翁了 还当什么伙计 可是魏大郎却心安理得 他认为不属于自己的 永远也不要存在非分之想 这才是做人的正道啊 感谢您的收听